大家好,我是Jason 今天要來介紹樂天新羊頭Dalen Coffee 今年年初樂天一次找來三位具有大聯盟之力的羊頭 還有兩位亞洲職棒之力的羊頭 組成歐霸豪威猛的組合 但威克成年初決定因家庭因素不前往台灣打球 於是樂天苦苦尋找第五位羊頭 在今日,樂天宣布簽下第五位羊頭狂威 身高185公分的右頭手狂威 於2013年第四輪被運動家挑走 整個大聯盟生涯出賽63場 總共拿下6勝29敗 ERA6.57的成績 總共攪出184K的成績單 第一場對雙城的比賽中 楚頭5.1局 僅被打出五隻安打 是1分 以一位新秀算投得很好 但後面7場先發 丟了32.1局 掉了33分 還被打出13隻很沒打 接著在2018年中 因對中卡羅斯諾打的三勢 再次被加上大聯盟機緣 前五場先發 主頭29.1局 攪出ERA1.53 拿下3勝0敗的成績 但後面的241場球 主頭86.1局 ERA6.36 拿下2勝13敗的成績 但輸這麼多場 絕對不是實力的問題 因為球技最後四場球 主頭22.1局 ERA4.03 但還是屯下2敗 2019年主要是待在3A 他也投出了屠殺3A的成績 但一上大聯盟就不行了 整年出賽18場 屯下8敗 ERA7.98 僅拿下一次勝投的成績 他最主力的球是升卡球 接著是滑球 變速球 曲球 卡特球 是縫線速球反而很少用 雖然很少用 但均速還是有151公里的成績 來台灣後 如果像以前一樣 常使用升卡球 那也很考驗樂天的守備能力了 當然 他在3A的那種能力 我相信在台灣一定可以吃下一些的局數 希望他能夠加油 為樂天投出好成績 接著就讓我們來看他的表現吧 對 0-2 Swing and a miss Strike-3 Kobe with punch-out number 4 and 2 gone in this 8 Strike-3 called Dylan Kobe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請按喜歡 想看更多可以點進我的頻道喔 別忘記按下訂閱和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掰掰